耗制转绿所有车辆缓缓起步 正前方一辆载着大树的货车 经过路口时 勾到红绿灯上的电线 整条电线立刻断掉 而电线的另一头 甚至还卡在树枝里 一瞬间不知道是电线会被扯下 还是车上的树枝会掉出来 驾驶停在路口不敢乱动 而货车丝毫没有察觉 车上的树枝已经扯断电线 继续往前 直到勾住树枝的电线被扯断 在空中弹了好几下 掉在马路中间 过程相当惊悚 事故发生在宜兰罗东的河滨路 24号上午将近12点 一辆载满数只的货车 在路口不小心勾到电线 油门一催直接把电线给扯断 画面被后方的驾驶行车记录器给拍下 相当惊悚 不过幸好这条电线并不是供电使用 因此没有造成停电情形 而有民众看见这段画面 直呼真的太离谱 肇事逃逸有得赔了 这下不是松鼠或是小鸟的锅 不过也有人认为路口这样拉掉 或许不是电线 可能是警方监视器的线路 不过无论如何车子没有注意高度 就这样直接闯过去就是违规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驾驶人最高会面临18000元的罚还 东西新闻大剧间黄建华和云庭 宜兰报导